这个宝经摧残的国家似乎得到了久违的喘息与和平,但是一次巨大的危机却在不经意间悄悄地降临。 1915年1月18号的一个夜晚,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从东京刚刚回到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,日之役突然要求金剑原石台。 他递交了一份日本政要起草的21条条文,并威胁原石台,不许泄漏条款的内容,否则将以武力对付中国。 他趁欧洲列强远入战争顾不过来远东这块的时候,他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案, 这个方案呢就是,如果按他这个21条做呢,就等于中国的工业、教育、实业、军队、警察、甚至包括政治、行政。 日本人要全面参与进来,就等于你中国就,如果你全面接受,你等于是他的保护国了。 日本提出的21条,包括五个大项,21个条款。 这些条文不仅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, 而且加入诸如中国中央政府,需聘请日本人做顾问, 中日合办警察等条款,是饱含灭亡中国的耻辱条约。 这个袁世凯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,不是一个盲目的、弱智的、无能的政客。 他不会拿着国家的命运去开玩笑的。 所以他跟日本的谈判经历了四个月二十几次,二十六次、二十五次的教设过程。 第一次,他就,赵克内阁会议的时候,就问段祺瑞。 段祺瑞作为陆军总司令,那当然知道这个军事实力。 段祺瑞,袁世凯也许不是很清楚当时中国,他忙于政治,也许不知道能不能打。 所以他就问了日本,他说如果,问了段祺瑞,说如果我们现在跟日本开战, 中国现在我们能坚持多久?段祺瑞说四十八小时。 早在朝鲜时期,袁世凯就多次和日本人交锋。 此次,他何尝不想与日本一战,但是他毕竟是务实的政客,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。 衡量完手上的资本,他无奈地发现,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 日本人说每天都要谈,中国就说那不可能,我们要休息。 然后呢,那后来就说那就折中吧,一周谈个两三次的。 每次谈判,拖延时间,先上查,进行这种像查道表演似的繁复的那种仪式, 就不给你正式的谈。 就所以日本人就很着急。 外务长陆征祥是个慢性子多礼节的外交家, 他想尽办法把会议程序拉长, 二十一条就这样一拖,拖了四个月。 而在这四个月里,袁世凯也并非仅仅是拖延时间。 他叫他的一个顾问,游贺长兄,日本人, 两次回国,去探听日本元老院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样。 就是说他还要通过他的迷索整一线, 去守卖日本的情报,了解各种东西, 分析到底日本人想干什么。 如果就觉得以后日本人能不能出兵, 他到底还是非常许多离奇。 袁世凯为了争取主动, 还曾经进行幕后运作。 他秘密以16万日元运动费, 支持日本议员竞选, 使他们弹劾现任日本内阁。 谈判开始一个月后, 袁世凯更是以私人身份, 秘密约见了前泰晤士报, 驻中国记者莫里寻。 随后不久, 日本强迫中国接受21条的新闻, 赫然以匿名的方式, 刊登在英美各国的主要报纸刊物上。 对美国知道日本这个21条之后呢, 美国国务卿就两次发表声明了, 就是包括对日本这个东西, 你日本提出这个东西也好, 就包括你最后威胁中国政府, 就承认你21条也好, 你们所达成的所有的投资协议, 我们美国是不承认的。 这就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牵制, 英法美对日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, 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, 还向中华民国提出这样的屈辱条件呢, 这样的, 就对日本构成很大的压力, 所以经过一番努力, 到最后哪怕是签订了, 这个民事协定12条的时候, 那些核心条款已经没有了, 换句话说, 就是21条是21条, 但是到最后, 它已经不是21条了。 在天津博物馆里, 我们看到袁世凯, 先笔批示的21条, 可以依稀地看到, 当年袁世凯心中的纠结与矛盾, 以及周旋于强敌之间的痛苦抉择。 修改后的条约, 被称为民寺条约, 原来21条中, 最恶劣地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, 全部删除, 这使得中国, 也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 这个时候, 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, 凭借他多年官场周旋, 外交历练的经验, 日本21条的核心阴谋, 终于被他化解。 他自认为, 在目前的国力之下, 也勉强可以和国人交代, 但是, 很快,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, 发生了。 即便是民寺条约, 对于当时的国内民众来说, 也是齐齿大辱, 大家已经没有心思研究里面, 可包含的外交努力和技巧, 迅速封起的学潮, 和报纸舆论的抗议, 让袁世凯, 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, 几年的民国总统当下来, 对于共和、民主, 仅有了一点好感, 也在如今丧失殆尽。 过去清朝那个决策地制是什么呢, 那个黄定是慈禧, 下面军机处几个大臣, 而且还要决策某一个决策, 还不一定军机处全体出席, 可能就一两个重要大臣出席, 最后商量商量啪就拍板了, 然后就执行, 那个决策效率, 这个专制体制很高的。 这个民主政治呢, 他就是说你不可能一拍脑袋挖斗, 一拍板就行, 他必须大伙协商, 讨价还价, 最后达成一种妥协, 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。 这个东西呢, 就像袁世凯他们这些人, 就是从那个专制体制下来出的人, 他还不习惯, 他说这个事怎么这么麻烦, 这么费事。 面对着汹涌的学潮, 和漫天的批评和指责, 袁世凯开始思考, 为什么中国共和之后, 面对外国列强, 仍然如此软弱, 他就任大总统的外交危机, 一概以中国的退让而告终, 袁世凯的结论是, 皇朝坍塌, 道德沦丧, 信仰错位, 是中国缺少了皇帝, 在这个时候,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策划下的称帝闹剧, 早已经悄悄地展开, 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中国, 以及身后庞大的等待着恩惠的家族, 袁世凯在处理完二十一条后, 最终坚定了称帝的决定。 袁世凯在签订完二十一条之后的国务会议上, 沉痛地说过这样一番话, 他说, 经此大难之后, 大家务必任此次接受日本要求, 为启齿大辱, 本卧薪尝胆之精神, 做奋发有为之事业, 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, 袁世凯的这番话痛定思痛, 实在也是发自肺腑的支持之眼, 所谓支持而后勇, 但是袁世凯随后他的支持之勇, 却是勇敢地走向了帝制这个方向。 明天同一时间, 凤凰大士也继续为您讲述, 袁世当国, 之家国天下。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重器, 腾飞中国。